第229章 围攻 吴乔曾奉萧桓之命杀了护送顾太后和秦王就藩的亲王 却对顾太后和秦王恭恭敬敬的 顾太后立刻就明白她是萧桓的人 这次顾太后是向萧桓求助的 据来史说顾太后自从住进秦王府后就很不太平 半夜三更常常觉得有异想 换了几个房间都是安静了几天又开始不安生 有一次秦王还被吓得哭了大半夜 顾太后觉得这是因为她父亲生病 四哥上了公主早已从家里分了出去 大哥和二哥三哥不合 争着家里的家主位置 就算是他这里有什么事 娘家也暂时顾不上他 有人要害他和秦王 他想让萧桓派人保护秦王 他愿意以重金谢之 夏侯宇听了睁大了眼睛 秦王年纪还很小吧 就算害死了秦王和顾太后 与大局有何关系 难道是有人要夺位 怕顾太后出来搅局 太后平日在深宫移养天年 可到了几位皇子夺位 或是成位一圣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太后却能偏向由谁来继承皇位 有些强势的太后甚至能直接指定皇位继承人 萧桓觉得夏侯宇的话很有道理 也有可能是谁想收拾顾下了 所以先除了顾太后和秦王 已经后患 现在就是顾下的病了 照顾太后的说法 顾下已是第三次犯病了 前两次都挺了过来 这次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 顾家大郎却在这个时候和五皇子勾结到了一起 甚至和大皇子也有来往 他到底想干什么 家主的位置可不是那么好坐的 万一顾家大郎得了事 你准备怎么办 萧桓叹气 转着手中的空茶中说 那顾家 肯定留不得了 血统是没办法改变的 顾下若是不在了 顾家是不可能在北梁立足的 那顾太后那边 肯定要派人过去 不说别的 若是这只人马 能留在顾太后身边 那就太好了 希望顾下快点醒过来 现在他还不能出事 萧桓虽然把拓跋兽打怕了 但建康城这边的态度太过微妙 他们必须尽快把建康城这边的关系理顺了 不然等到北梁皇帝的皇位坐稳了 他们父辈受敌 可就麻烦了 不过 我觉得我们还得给顾家大郎添柴才是 虎毒不食子 那是因为这个儿子 还没有危害其他儿子的利益 你说 若是顾下知道了长子打的什么主意 他会怎么收拾顾家大郎 谁也说不清楚啊 萧桓笑着道 可不管怎样算计 也有意外的时候 他现在做的 就是要和顾家交好 让顾家其他郎君 察觉到他的善意 不过 这件事我会注意的 你不要担心了 萧桓叫了吴桥到书房里说话 吴桥出了萧桓的书房 就启程离开靖康城 不见了踪影 夏侯有意 却在问张涵自己的婚礼 卢四娘子有意让崔七娘子 和他一同嫁进显阳宫 但因为卢渊的介入 未能如愿 谢丹阳等大臣议过之后觉得 还是应该让卢四娘子先进门 九天之后 再纳崔七娘子进宫 只是这样一来 婚宴最少也要举办十二天 花费金钱无数 好在这笔钱由宫中出 不与夏侯有意的私地有关 不然他还真负担不起 张涵松了一口气 笑道 钱物已经拨了过来 具体的章程 明天谢大人就应该会拿给您看了 夏侯有意点头 对于这场婚事 他不抱任何希望了 宫中和朝中大臣们 为这天子的婚礼 东忙得不可开交 进入九月中旬 几乎所有的封疆大吏 都涌进了建康城 萧桓的应酬又渐渐的多了起来 夏侯宇不愿意和那些人啰嗦 常常和崔氏 武陵王王妃柳氏 一起喝茶 吃饭 聊天 就在这时 襄阳那边传来急报 说是因为北梁几位皇子内斗 国力大不如前 又因为要向朝廷进贡 加强了赋税 有小部落无力交税被屠足 活下来的跌跌撞撞的逃了出来 打劫了荆州城 在这个时候传出这样的事来 朝野化染 夏侯有意更是脸色铁青 把急报扔在卢渊脚边 大将军看看 这是什么 不过几个马匪 居然能打劫荆州城 荆州刺史 是吃猪食长大的吗 荆州刺史是卢渊举荐的 卢渊气得面如锅底 攻身道 这件事还需要好好查证 按理说 襄阳城人马更少 更接近北梁边境 这些人却绕过了襄阳 直击荆州城 这不太合常理呀 夏侯有意听着也冷静下来 郑芬见了 蒙上前道 天子 我也觉得 这件事要好好查证查证 我在荆州五六年 也没有遇到北梁人 怎么新刺史上任 还没有半年 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怕就怕打劫的 不是什么北梁人 而是我们自己的人 你不知道 就不要在这里嚷嚷 卢渊愤然地道 这件事的确要好好查证 我也想知道 为何襄阳城 没有任何的损失 也没有听说 荆州被围城的事 萧桓从头到尾 没有说话 众人眼观鼻 鼻观心 萧桓好像没有听到似的 不免有人失望 传出各式各样的话来 说的最多的是 北梁人都知道襄阳城 曾经是大都督的侠弟 带出来的将士 各顶各的厉害 不敢攻打襄阳 又饿得不行了 只得悄悄地绕过襄阳 围攻荆州了 萧桓和夏侯渝也听说了 夏侯渝还打趣的 你不会是让北梁人 闻风丧胆吧 说这话的时候 两人云收雨散 依在被子里说着悄悄话 我有这么厉害吗 萧桓笑着 握着夏侯渝的手 举到嘴边轻轻地咬了一口 夏侯渝小小地惊呼 瞪了他一眼 想收回手 却抽了几次也没能挣脱 想着他往日的狗脾气 索性随他去了 低声道 不管是不是 我觉得这件事 很蹊跷 你最好派个得力的人 过去查查 萧桓硬下 见夏侯渝身上有汗 叫人打了水进来 嘻嘻哈哈地 要服侍夏侯渝更衣 夏侯渝自然不允 两人像孩子似的 嬉闹两酒 夏侯渝差点着凉 派人去荆州的事 萧桓第二天晚上 才吩咐下去 可卢渊那边 已经把市井间的传言 告诉了夏侯有意 我已派人去查这件事 说不定 这传言还真有点道理 现在北梁人提起大都督 都闻风而逃了 说完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夏侯渝心中一惊 让北梁人望风而逃 是怎样的恐惧 才会让人做出这样的选择 宁愿绕道 也不愿去攻打一个 被萧桓挟制过的地方 夏侯有意的手 紧紧地握成拳 甚至带着几分笑意 显得心情很好似的 可见大都督厉害 朝中终于也有 能镇守边界的将军了 自印林逝世 朝廷就再也没有出过 能抵抗北梁军队的大将了 卢渊饥不可见地挑了挑眉 这是天子的福气 以后我们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那大将军可得好好查清楚了 若真是因为大都督的缘故 而绕道而行 大都督只持节扬州 不免大才小用了 言下之意 若那些北梁人 真是因为萧桓绕道而行 得让萧桓 北以重任才行 至于说这个重任 是提拔还是架空 那就因人而异了 两人都知道 这话里藏着的话 不由对视一眼 卢渊微微而笑 一有消息 我就告诉天子 夏侯友义点头 让张涵送了卢渊出宫 他一个人站在听证殿的大殿中 望着听证殿的匾额 看了良久 直到张涵折了回来 问夏侯友义 我们这边 可否也派人去查一查 也许是北梁那边的人 故意这么说呢 夏侯友义没吭声 是不是故意没什么关系 如果萧桓不是够强大 那些人又怎么会想办法诋毁他呢 请谢大人 郑大人进宫 我有事商量两位大人 张涵应声退下 第二天 宫里就传出话来 说夏侯友义的婚礼 将在华林园举行 听到这个消息 柳氏和崔氏 正在夏侯宇的长公主府 喝茶赏花 柳氏小声地道 说是新房 也设在华林园 要在那里举行婚礼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 也不知道 这是天子的意思 还是大将军的意思 应该是天子的意思吧 崔氏不确定得道 听天子的意思 就是成了亲 皇后也不住在凤阳殿 把婚礼设在华林园 多半是地方不够用 自朝廷南迁 这还是第一次天子 迎娶新妇呢 从前天子继位 都已设了太子妃 而太子娶妇 远远没有天子娶妇 冷重 这次各地官员都来了 在想阳室设宴的确有点挤 不过我还是觉得在华林园举办婚礼有些不妥当 那里毕竟只是一处园林 天子心腹母仪天下 怎么也应该娶到显阳宫来 就算百艳有些挤 可以按照品阶分几个地方 不一定非要凑一块啊 崔氏猜到 不会是因为不喜欢卢家娘子 婚礼也不上心吧 柳氏没吭声 觉得崔氏所说也不无道理 夏侯瑜却执政眉 这也太轻率了 不管怎么说 夫妻一提 打了卢氏的脸 也等于是打了天子的脸 他不会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吧 谁说不是 崔氏跟着叹气 唉 以后让卢家娘子怎么服众啊 柳氏是个尼菩萨性格 忙到 也许我们都猜错了 显阳宫是很小啊 若是想婚礼一办得盛大热闹 当然是华陵园更好 再说了 什么事都有个开头 这次天子在华陵园娶娶了心妇 以后太子 也可以在华陵园娶娶心妇啊 说不定 正是因为天子重视卢家娘子 所以才把婚宴的地方 改在华陵园 也不一定啊 崔氏文言拍着手笑道 我觉得王妃说的有道理 我们不能总把人往坏里想 要是真有什么事 卢家不会这么平静的 夏侯于梅坑生 总觉得这件事透着点蹊跷 等到晚上萧桓回来 她一面看着侍女帮喝了酒的萧桓 供应洗漱 一面和萧桓说话 你听到什么消息了没有 显阳宫虽然小 可守卫如林 安全呢 华陵园太大了 孝宗皇帝在世的时候 甚至不喜欢在华陵园举办宴会 也不知道谢大人和舅父是怎么想的 万一有什么事 掉脑袋的 还不是他们 萧桓接过侍女 放上的浓茶 竖了口 才走到他的床前坐下 听说天子觉得显阳宫太小了 谢大人和舅父倒是劝过了 但大将军也说那里好 谢大人和舅父就不说什么了 说完他突然俯身 亲了亲他的面颊 放低了声音和他耳语的 今天有没有想我 我今天在外面 也一直惦记着你呢 淡淡的酒味扑鼻 让原本就有些不喜欢萧桓喝酒的夏侯鱼 觉得空气污浊 他一把推开萧桓 皱着鼻子不满的道 你能不能少喝点 这味道也太大了一些 不会吧 昨天我比今天喝的还多 你什么都没有说 怎么今天我才喝了两小钟 你就觉得不舒服 你不会 是不喜欢我出去和他们喝酒 又不好意思拦着 索性拿这个当借口 让我以后不喝了 我是这种人吗 我有什么话不能跟你直说呀 这可是你说的 你有什么话都会跟我直说的 你就说说好了 你有什么事是瞒着我的 萧侯鱼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以为萧桓发现了他重生的秘密 好在他立刻就明白过来 萧桓不可能发现他的秘密 这句话也许只是个巧合 那你说说看 我都有些什么事瞒着你